这银面在剥里就得1个小时剥一点 第一面是连烤再蒸 3块2 3块2 五六年没涨的,就今年涨的了 我们家大饼里做了35年左右 然后我爸从17岁就开始做 以前还麻烦,以前是和面到整饼全部是手工 现在还好一点,有这个货面机货面代替了一部分那个收工 那个时候太少了,那个时候一天大概就是十几个吧 现在呢? 现在平均一天70个左右 空间过节的时候大概能做200个左右 大概一个能买多少钱?整个 整个的话现在是37块钱一个 看这个都是纯手工的,一点一点的 对 这个挺费时间的吧 一个饼有两个小时 一个饼有两个小时 对 这个饼有一个饼多重吗? 12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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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入冰箱 挺多人要这个东西 回家用泡皮机打碎了 冲水 这个东西养胃 这个胃非常好 专门来家里面找这个 对 因为它这个饼里面任何添加剂都没有 只有面和老面 过去是吃馒头的老面 还是水馅 吃了,怎么样 给我吃 原来你没名是 你们在比较有名 是的,我练过来没 那你这都是老客户 你还不会来他家里买 是的 我们这个大饼主要是针对我们 这个离异这一块 这个其他地方没有 我们这个大饼平常 包括我们本地的牛肉汤馆 羊肉汤馆 都是使用了我们家的大饼 因为它这个 这个饼需要一个过程 每个饼需要两个小时 一天的话两个人的量 也就是在80个左右 做多少卖多少 做多少卖多少 那条饼 你一料好了 你一人再给我裴一块 啊 我去两个厘调 你十两个给你 中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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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火